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我是王九 今天这期视频是补齐上一期小米9甜测评中 没有跟大家聊到的 也是这次小米9最核心的一个卖点之一 那就是20瓦的无线快充 而且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传统的放在桌子上的这种快充模块 还有一个就是无线的20瓦的车重 之前最快速的就是华为发布的这个15瓦的 已经感觉非常快了 20瓦的什么概念呢 那就是跟有线是一模一样的了 甚至比一些有线还快 OK这期我们就给大家实测一下 小米的这两个20瓦的无线充电器 2019新年换新机就机也别扔 卖手机也可以货币三家 交给小白测评回收 价格公正当天打款 没扯皮没账期全网高价 符合描述绝无故意折价 小白测评只为价值买单 赶紧扫码上车 先来说第一个小米的无线充电器 它这个价格是卖99元 但是又有这个高瓦数的一个充电头 然后还有一个Type-C的数据线 我觉得这个99只是这一个标价99 开售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OK咱们来实测一下 充电头方面 这个是小米9手机里边附带的充电头 我们对比了一下 这两个除了印刷上面不一样之外 厂商还有标准方面 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 无线充电器附送的这个也是能到27瓦 整个的体积上 要比之前小米的无线充电板要厚很多 大概有1.5个那么厚 小米9 放上之后稍微等待了一下 感觉这个充电效果还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它会显示Charge Turbo 这个发布会上好像没有讲 就是这个高瓦数的一个快充 录制视频之前 我们是完整的实测了一下 就是从煤电到100% 用这个20瓦的无线快充 半个小时30分钟 充到了55%的电量已经是很快了 然后充满了只需要74分钟 这个比之前小米那些有线充电还要快 这个充电过程之中 瓦数我们经过换算一下 是基本维持在16瓦到18瓦的一个区间段 过程之中的无线快充肯定会有一些损耗的 这个瓦数还是比较高的了 这个充电也是可以给华为这种别的机型充电 它是这个QI标准的 OK 下一个就是比较关键的车充了 体积好像还是不小 挺大的 然后一根Type-C的数据线 这个就是充电器的主体 然后后面是可以有一个外向的转轴 另外还有一个 这什么东西 这可能是到车上才能用的 还有一个使用红色端口连接车载支架 也就是这个车充 它是有两个接口的 一个是红色的 这应该就是高瓦数的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普通的 OK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去实测一下 走 OK 现在我们在车里边 之前的这个如果要是导航的话 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非常简单 像你很多小伙伴都用了一个瓷片 然后直接把它放上去 然后下边是一根车充线 这样把它插上 这样就导致你每次下车的时候都要拔线 特别麻烦 OK 咱们看一下小米的这一个新款 它后面是一个夹子 可以把它夹到比如说这个出风口上 我在这就随便加一个地方给大家演示一下 必须用它专门的这种车充头 我之前这个也是小米的 然后红色的头 插好 好 放小米酒 放上去它自动的加好 然后就开始20瓦的无线充电 它这个车充这个模块 它还能智能识别是车充 现在咱们把它拿下来 它这什么操作机制 我只能硬抽出来 我知道了 在这儿 你这样一握 它就行了 刚才我们找了半天 这个取手机上面是不行的 必须要握到下面一握 OK 手机就拿下来 这个可能是为安全上的一个考量 其实这个无线车充之前也有一些 不是大牌 就是网上相信很多小伙也都看过 但是它是分所谓的第一代第二代的 就是它这个车充内部是否有电池 或者说超级电容 有超级电容的理论上要比有电池的稍微的安全一些 也就是说有的车型它一灭火之后 它就全车断电了 断电了之后你就拿不出来手机了 因为现在手机是扣上去的 所以说你只能把它抽出来 这个先进的一点 就是它内置有超级电容 或者说一块小电池 就算是全车断电了之后 还能这样把它拿出来 而有的车型是延迟断电的 就是你熄了火之后 哪怕走出这一段之后 车才会全部断电 这一点上就比较好 而我了解之后 小米的这个是没有内置电池和电容的 也就是说熄火之后 如果是全车断电 那就意味着你需要在熄火之前把手机拿出来 另外多说一句 虽然说外盒上它只说它支持小米9 但是我们实测了一下 放上华为也是可以充电 但是肯定就不支持20瓦的快充了 iPhone也是可以充电的 另外它随机附送了一个非常实用的小东西 就是有些车型它的出风口没有在正中央的地方 拆下来 后面是一个口扣在这个里面 然后这样它是一个胶 你可以中间像我这样粘在这里就可以了 像这样粘住 OK总体体验完 这个速度还是挺满意的 因为之前一说20瓦无线快充 我以为损耗会非常非常大 但是在实际体验中 这两个的速度还是挺OK的 尤其是车充确实还是比较方便 但是唯一需要你确定的点 就是你如果买的话 看看你的车是不是支持延迟断电 如果要是有延迟断电的话 那就一切OK 如果没有延迟断电的话 就是熄了火之后 你需要把手机抽出来 它其实就是一个机械结构 也可以直接把手机拿下来 总体质感上的车充 是一个全塑料的机身 但是质感上做的还算是OK 这个就是小米两个20瓦无线快充的情况 其实无线快充如果要上升到这个速度的话 日常使用中就完全可以用了 因为之前我虽然在用无线快充 但是用的很少 因为它确实太慢了 放着一会儿 也充不了多少电 后期的小米9 我们正在实测之中 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更新一个全面测评 除了视频的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上小白测评 每日新鲜资讯 每日每天六点 我们在那和你聊一下 聊到最新发布的科技产品 手机之类的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即可 我们的商城 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直接进入我们的新浪微博 at小白测评 也有个微博互动 好了 这一期的小米20瓦无线快充专题 就先跟大家聊到这 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这个可以直接用上了 音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